恒舟一位名为倩娘的女子 自幼于青梅竹马王咒互有好感 倩娘的父亲张义也允诺将来让两人成婚 但倩娘长大后 父亲却把他许配给别人 悲愤的王咒决定父亲求职离开伤心地 夜里他在船上看到倩娘赤脚追来 两人就此私奔 多年后因倩娘思念父母 于是王咒便带他回恒舟 当王咒向张义请罪时 却听说倩娘从来没有离开 多年并在房中 这时众人看到房里踏上的倩娘 突然神情愉快奔出 与船上的倩娘合而为一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唐传奇里面的离魂记 这个故事是很简单的故事 一对青梅竹马的大概表兄妹相恋 然后因为家人的阻挡 因为家人的阻挡 父亲的阻挡 使他们不能结婚 然后后来女孩私奔 自己再跟情郎到另外一个地方成立家园 然后再回来的故事 这种在传统的社会里面 女性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婚姻自主权 而衍生的各种的这一类的故事 真的是层出不穷 可是离魂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她把这一个故事 在女孩知道了爸爸 把她许配给别人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身心分离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使得这个故事 就是有了一个身体跟灵魂分离 所以叫离魂记的这个分离 所以后来在分离了 就展开了两段人生 最后呢 这个身心分离的这个两个 你可以说两个人格吧 或两个人 最后又合在一起 又回到家 这个灵魂回到家 最后灵魂跟身体合体 然后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这个故事影响了后来很多 不管好像从元朝 或者是明朝 都有很有名的这个剧本 被写出来 演出来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 汤贤祖的牡丹亭 牡丹亭的故事复杂很多 可是我觉得她的基本精神 抓得很清晰 跟离魂记一样 因为这里头 离魂记里面的女主角 叫倩娘 那在 这个倩娘 跟着 她有比较幸福的人生 她逃出去 她 这个 逃出去的情郎 其实是爸爸认可的 那 后来 回家以后 自己在外面生了孩子 然后结了婚 生了孩子 再回来的时候 好像就是一家团圆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故事非常简单 可是在汤贤祖的牡丹亭里面 就 没那么简单 她后来 这个 她们不是身心分离 是用死亡 就是这个女性必须要死亡 杜丽娘是 做了一个春梦 在花园里做了一个春梦 经验到了性 经验到了爱情 然后 最后她 相思而死 就跟梦中的人谈恋爱 然后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 生病跟死亡 都是 就是这种 有关于女性 渴望 在那样子的社会里面 渴望要 有独立自主的 爱情 婚姻的选择的时候 失之不可得的结果 就是要不就是 残年病 她完全没有办法起身 或者要不就是 这个身心分离 这个行尸走漏 然后不然就是 就是 这个忧郁而死 只是 故事当然有一种 神奇的转换 是她可以再活回来 那在 我觉得牡丹亭 最有趣的是 如果你延伸这个故事的话 牡丹亭的里面 这个爸爸 后面有一段是 爸爸跟那个 女儿私奔的 这个情人的关系 是非常的坏 非常的坏 她是不相信 不相信这个 就是她的女婿说的话 然后之间 就是有了很多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在想 这恰恰就点出了 这个故事 有关于女性的 为了爱情 所面对到的 两种态度 你也可以说是 两种人生 第一个人生是 做爸爸的女儿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爸爸 其实他没有别的孩子 他只有女儿 没有儿子 然后他的这个女儿呢 大女儿又死了 只有这么可 长得非常漂亮的小女儿 他应该是非常疼爱的 然后其实他的妻子也在 这个故事简单 有提到妻子 可是这个妻子 在这整个故事里 完全没有现身 意思就是 他是没有影响力的 所以这里头 只有爸爸跟女儿 其实这是一个 女性的发展的故事 主角是女儿 倩娘 可是倩娘 面对的第一个人生 在他的人生里面 碰到冲突的时候 在爱情跟 做爸爸的女儿的 这个冲突的时候 有一个人生 他可以选择的 就是服从父亲 然后做爸爸的女儿 因为爸爸为他做的选择 一定是为他好的 对不对 他替他选了一个 不错的人家 而且这个丈夫 应该是也是不错的 也会有官运的 所以这个爸爸 并没有要害你 所以这里头 有一个很好的 妇女关系 所以他如果 做爸爸的女儿 听爸爸的话 然后去过一个 平稳的人生 这个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是 这个人生 必须付出一个代价 是他必须要 压制他的爱情 和他因为爱情 或性的想象 而继续留在 这样子的一个 父亲所给予的 这样子的生活的形态 或价值的形态里 然后他因为在 爱情的萌芽里 通常爱情的萌芽 是青春期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开启 因为爱情 使得人可以离家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 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是从我们出生的 那个家庭 我们怎样能够 脱离家庭 发展自我 爱情绝对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动力 把你一脚踢出家门 那这个女孩 虽然她所爱的人 是她的应该是表哥 或堂哥 她还是有一个 她想要独立发展的 渴望 特别是当她 发现她被许配给别人 所以她在这个地方 就有了机会 去想象 或者是发展 第二个人生 第二个人生 就是倩娘 就是离家出走 私奔 跟自己所爱的情人 在一起 然后到了一个 可能没有人认识 她们的一个陌生的地方 成立了她们自己的家 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真的感冒 这个整个社会的舆论 这样子的背弃 这个家人 为她所安排的 最好的人生 然后这个奔向情郎 这是在讲 有一种女性 她的人生的完整性 的这个 她的应该说 女英雄之旅吧 或者自我发展之路的 那个起点 是因为爱情 坚持爱情 这不代表 你的爱情会成功 也不代表 你面对的人生 一定是对的 这个妾娘的人生 还蛮好的 就后来就身心合一 然后幸福快乐 而且有了自己爱的丈夫 有两个孩子 然后爸爸也很快的 很高兴的 把他们接回去了 接纳回去 可是很多时候 我对爱情的这个想象 不见得把你带到 一个对的路上去 我想很多人 都会告诉你 这个惨痛的结果 可是 对于某一部分的女性来讲 爱情确实是她 因此而可以 尝试自己的人生 走出自己的路 然后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丢进去一个 所有的冒险里面去 的人生 那倩娘就是属于这种女性 所以 虽然 她这里讲了 一个女性的两种选择 在爱情的世界里 当她反成冲突的时候 她选择了 她的灵魂 选择了第二条路 那这个灵魂的选择 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这个梦里 因为她就是 身体留在 那个原来的家 然后灵魂 离开身体而去 那这个离开身体而去的 这个灵魂的 那个 身心分离的 那个场景 非常的 有意思 在这个故事里头 她说 这个伤心的 情人知道说 她的女朋友 要必须要嫁给别人了 她就 她就决定要离开 那她离开的时候 那一天 那个船离开的时候 一个白天 就已经经过 非常多的山路了 然后晚上半夜 当然是这个 栖息在岸边 休息的时候 她就听到声音 有人 这个走路 很快速的声音 突然一下 一下就到了船上 所以 一看果然就是 她的女朋友 就是她的情人 这个倩娘 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当然 就把她藏在船里面 就带走了 那 我们想象 那个场景 这是一个灵魂的场景 午夜 半夜 一个女孩 穿过 这个山 这个重山 然后沿着河 赤脚 自己 这个发烛狂奔 的去追情人 我们今天不管她 是灵魂 可是她实在在说的是一个 非常深夜的 其实真像梦 也是一个像一个想象的世界 就是 很想这样做 大部分的人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第二人生 大概是通常是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发生 也就是我好想要把一切都丢下来了 就不顾一切的去做那件事 大部分人就是想象 那个场景也确实是一个想象 很像想象的世界 也就是在深夜 深夜 夜晚 大水边 都是我们常常说的无意识的世界 在大自然的山林里 都是属于我们灵魂的世界 那有一个词 在西方里常用的就是 暗夜的灵魂 常常在讲 生命有时候会进到一种苦 苦的地方 一个苦 非常困难的处境里头 就好像说 我们有不同的渴望 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责任 他们彼此冲突 彼此对抗 那所以这个当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渴望 彼此冲突 对抗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苦 那个就是灵魂之苦 就是我们称之为 暗夜的灵魂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我们的灵魂进入黑夜 那这个故事就恰恰就描述了 倩阳进入了灵魂的黑夜 剧场或者是 故事写得还蛮轻巧的 可是我们把它象征化的去理解 其实这是一个女性 非常痛苦的挣扎 她必须在两种价值里面 做父亲的女儿 还是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去追求自己的爱跟爱欲 的这两个 这两者很难权 那在古代是一个 简直是惊世骇俗的举动 在现在其实也还是 常常在我们两个 不同的责任义务 跟个人的欲望的追求上面 或梦想的追求上面拉扯 这个是我想每天都在发生 每一个人都在惊艳的 暗夜灵魂的挣扎 那所以这个故事 我觉得在这里 就显现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一个古老的故事 现在还可以阅读的原因 那在这里呢 我想要提一个点 就是有关于所谓的分裂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身心分离 这身心分离在那个点上 做了一个身体 留在一个地方 灵魂到另外一个地方 非常地身心分离 这个分裂 这个split 是其实在我们心理学来讲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机制 这是一个 当我们有太 内在的战争 太剧烈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会做的 一个很正常的举动 不是脑袋里做的 而是我们内在就会做的 就会把这个东西分裂开来 把一个部分留在意识上 然后把另外一个部分呢 分裂出来 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然后有些时候呢 它会从梦里 偷偷地来让你知道说 我分裂的那一块 用梦境陈述 有时候呢 这个分裂的那一块 就用投射的形式 投射到外在的世界 我们会在外在的世界 看到一些东西 我会不可抑制地渴望它 或者痛恨它 那大概都提醒了 我们有关于这个 被分裂的另外一块 在我们潜意识里 所以这一个分裂的机制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 它是同时并行的 可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我们常常发生的 其实就是意识 与潜意识的隔开 那我们如果对于 这个无意识里面的东西 好奇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会碰到妾娘 有一个妾娘 她其实过得的是 真的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生活 因为她的灵魂 去别的地方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里 也常常是这样子 每天可能就是在过一个 我觉得我应该要过的人生 可是呢 我的灵魂 住在睡梦里 或住在潜意识里 她偶尔会冒出来 直到有一天 她不愿意再忍受了 她就会打破这个分裂的这个机制 而现身 这个是很像是 在这个故事里面 倩娘后来 这两个是我最后还是合一 很有趣的 她的描述是 他们两个都因为都穿着衣服 所以当两人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衣服就变成内层跟外层 那内层外层就 可能有一些东西 更属于自己的 就变成那个衣服的内层 然后她当故事里面说 哪一个人生的衣服是外层 哪一个衣服是内层 那不过她都展现了 这里头两个层次的人生 所以 这个离婚纪可以变成 后来那么多女性故事的 这个一个象征 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 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实在是一个 女性的原型故事 即使在现在的时代里头 可能很多的女性 也还是挣扎在 做家里的好孩子好女儿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 还是要做 追求自己 狂野欲望的 这样子的一个 独立女性 这不会是一个 简单的选择 3 5 2 3 0 3 5 4 6 5 6 8